那个学生啊 他就跟我抬杠 他说我不觉得 他说我觉得还是名牌重要 我说你是不是没找男朋友 没找男朋友呢 他说我现在有个男朋友 我说你给我讲一讲 他就跟我说 他男朋友 你看这个有房子 有车 有名牌 我说我告诉你们 你们不会找对象 他说怎么找呢 我说呀 人 爱对方 喜欢对方 人之常情 他一定会把最值钱的东西 给对方显露出来 那么你要是会找男朋友女朋友 你就要注意他 他跟你在一起 交朋友也是这样 他跟你在一起 你看他 他把什么最值钱的 给你看 给你表现 如果他跟你说 你看我这个表大八千多 我这个皮鞋六千多 我们家大房子 我们有车 我说这样的人 你要远离他 他说为什么呢 我说这个人呢 他还不如他的皮鞋值钱 你想想吗 你想想吗 人都是把最值钱的东西 给对方看的 他天天给你看的 都是什么皮鞋手表 你说这个人值钱吗 各位 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走到哪里 炫耀什么 炫耀这些东西 那你呢 你看我们到医院 到学校 都是 你看那个院长 我过去做采访 那个院长就讲 我们有特别高的大楼 都是西方的最先进的仪器 我说你这个医院不值钱 为什么呢 我看你的医生啊 名医有几个呢 所以你看历代的中医 他不是说 你看我这个针灸 德国产的 我这是法国产的 这个针的可了不 没有一个中医是这样说话 他值钱 那个东西不值钱 我讲这话 我跟大家汇报这话 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人最注重人格 他不被物欲所左右 那算什么呀 举个例子 我就给大学生讲 我说你看 齐白石 齐白石 你别看不起他 他没名牌啊 他那个一席青山 半个铜板都不值啊 你看看他 老人家九十多岁 你看 那个最破的那个衣服 青山穿着呀 你看他拿起毛笔来 画俩虾米 比你们家的别墅都值钱 说明什么呢 说明啊 人值钱 那才是国宝 那才是大师啊 要发挥自己的 这个 要把自己的这个智慧 德能啊 向好才能发挥出来 外国人才会敬佩你 整个人类才会敬佩你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人类当中的精华呀 所以他们有人就说 那西方的画家 我觉得现在西方挺好 我说你对历史太不了解 你知道的太少了 西方 我说你不喜欢西方吗 西方有个大画家叫毕加索呀 哎 他的画 说现在拍卖多少多少钱 我说你去看毕加索传 毕加索讲过一句话 他讲什么呢 他说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 我不敢去 就是东方的中国 为什么呢 那里有个旗白石 我不敢去 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呢 说实在话 你要尊严 有尊严 要人格 有人格 要钱 要钱 要水平 要最高的艺术 真凭 我们这全都有 怎么来的呢 他人做的好 他这个东西 他自自然然 他就有了 你说我们现在 为什么没有大师了呢 为什么呢 还是那句话 我们来回答 这个问题 就是做人的教育 没有了 还是这个 我们还是讲这个 这个旗白石 你看他 一席青山 那真是 这个真正的国宝 日本人打进来之后 跟那个 跟他们讲 找那个汉奸去 说你们一定要把 这个旗白石 带到我们日本去 日本人他认这个东西 他知道 这有 这太值钱了 那是国宝 他不要画 他要人 你看 他很狡猾 他说 要把旗白石 弄到日本去 旗白石 他老人家 他这个字 叫旗黄 他不跟自己 叫旗白石 旗黄 那是他的名字 他写了一幅字 送给这个 来送信 说那边高官 后路 那待遇很好 这个老人家写 旗黄 中国人 要去日本 可以 拿头去 拿我脑袋去 西白石 所以啊 所以我们今天 我还是问这个问题 我就问那些大学生 我说你们会看画吗 你会看吗 他说什么意思呢 我说我跟你们讲 你们只看到钱 说这个拍了多少钱 那个卖了多少钱 你们健保 我是你们不知道啊 这个宝贝 何来呀 西白石 他老人家 为什么那个画 画得那么好啊 徐北红 那个马 那个公鸡 为什么画得那么好啊 我们看徐北红 那幅画 风雨如盘 外边 暴风骤雨 你看他那个 他画那个熊鸡 在风雨中啊 哎 在那个地方 昂首挺立 当时就是日本人 打进来的时候 他这一幅画 还有齐白石 种种作为 梅兰芳 叙叙明智 你日本人想 想看我唱戏 他留胡子 他不给他唱 他单卷 他留胡子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 梅兰芳 那个戏 唱得那么好 这个 到了美国之后 万人空相 人家都去看 徐北红的马 画得那么棒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的人格 太高了 就这么一个原因 我们大家 这才明白 这些珍贵的国宝 这些价值连城的财富 从哪里来呀 我们到现在为止 给大家讲明白了 从哪里来 从他自己的人格 人品 就从他的德行 从他的内心来呀 没有这个德行 您画不出来 那公鸡呀 那样的马 那些国宝的东西 你做不出来 所以我们再看 中华民族五千年 全是宝贝 拿出来之后 我们到那个 荆州博物馆参观 木灯口袋 全是国宝 为什么呢 他们中国历朝历代 我们的先祖 我们的祖先 他们的人格精神 他们的内心世界 太高尚了 德行太深厚了 所以才会有这种艺术品 那你说 这个能不能有一个规律来总结呢 很简单 相有心生啊 这些都是世相 都是外相 谁来创造的呢 最美好 最高贵的心灵 创造出来的 我们就明白了 所以我有的时候啊 这个走在街上啊 看到今天我们没有艺术大师 没有国学大师 种种的文学大师 种种的 为什么凋零了呢 怎么培养呢 我们就有这么一个体会 这个体会什么呢 先建立人格呀 先当好人啊 人他做好了之后 他起码的人论他做好了 遵守了之后啊 他慢慢才能够往上走啊 人高贵了 他说的话 做的是 他所有的这些作品呢 自然就高贵 所以说 我有的时候 我去这个北京 有一个艺术学院 我去做汇报 我说你们看 何湘宁 老人家 廖仲凯夫人 他喜欢画画 画那个狮子 画的这个水墨 我就我就问他 我就问这些 他们将来都是 出来做健保的这些 文物学者呀 他们上大学学这个吗 文物学院 我就问他 我说你仔细看 这个画啊 他有一股贵气 这个贵 我们讲荣华富贵的 那个贵 他有一股贵气 那些大学生不知道啊 他就就瞪着我 看着看着这个画 我说你们哪白学了 为什么呢 我说你会看画吗 会学 不会学了 我就给他讲 我说这幅画 这个贵气何来 他怎么会有富贵气呢 画这个画的人 他的心高贵呀 那你说我为什么 看不出来 哪有贵气呢 因为你太低贱了 就这么简单啊 你说我怎么低贱呢 你人没做好吗 你太庸俗 你太低俗了 怎么低俗 你不孝顺父母 你五轮都没做好 所以人家那个 人家那个气是通天地 天地 那个德行啊 他跟五轮是一样的 你对这个完全不懂 你是那个厨房的灯泡 我就跟这个大学生讲啊 你这个东西 人性的光芒 你没有发出来 你看那个东西 你看不懂啊 这是真的 我们明白这个就知道 哦 原来人性 本来都有这些东西 一旦恢复了之后 你再一看 你就都看着明白 你听古乐 你看这些打太极拳 你自自然然的 哦 你就 你安定下来 你安定下来 你自自然然 你就了解了 谢谢 invec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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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